主料,猪肉200克,鸡菜500克,鸡蛋一个,馄饨皮750克,虾仁500克,青菜500克,辅量,盐,糖,黄酒一勺,鸡精,胡椒粉,麻油,姜汁一小勺,辛辣粉,葱花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剁碎的肉中加盐,黄酒,鸡精,胡椒粉,姜汁拌匀调味料量适当增加 因为还要加菜和萧原,鸡菜,青菜起进入被水烫熟老体,控干水分剁碎加入萧原和半耗料的瘦加生鸡蛋,麻油拌匀,包好的馄饨,碗中放盐,鸡精,麻油,辛辣粉,葱花加开水拌匀带用,锅中水开香馄饨,煮沸加小饭碗冷水煮沸老体成熟碗中拌匀,烹饪技巧,包馄饨皮子要薄,馅料多 且不能煮得过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